大家好,歡迎來到郭市教育中心所舉辦的DSE逆境疾聲講座系列的歷史科 我是郭市教育中心的青年委員李青,也是今年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一年級新 即是去年2021DSE的考生,在去年的DSE中,我歷史科是考到五星先成績 雖然去年2021DSE都是疫情肆虐的一年,但沒有今年更嚴重 相信各位考生對今年DSE多多少少都有點不放心,都很擔心 又見及此,郭市教育中心就決定舉辦這個講座,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同學 好,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講一下今天會說什麼 首先我會簡單講講每一個主題的重點 在講到亞洲史方面,即是香港、中國、日本的時候 我基本上就會用中文來打 但如果說到一、二戰、冷戰、歐洲史方面 我主要用英文來打,但也會用中文說出來 好,首先看看每一個主題的重點 主題格是20世紀亞洲的現代化和對變 主要是圍繞著現代化這件事 在香港方面,它說到很明確地分為政治、經濟、社會 包括都市房、人口轉變和文化 即是中外文化的共存和商戶影響和亞太區地位 至於中國方面,主要是圍繞著革命和改革這兩件事 我基本上把他們的重要事件分為這兩件事 在革命方面,例如新海革命、五四運動、共產主義革命和毛澤東時代 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都比較少在革命方面 然後改革方面,例如清末新政、南京政府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然後日本 我覺得日本在二戰之前和二戰之前 例如二戰之前是明治衛生和政黨政治 以及軍國主義 而二戰時期主要是軍國主義 影響到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 至於二戰之後 他主要是駐人民軍總司令 即是美國那個 以及冷戰時期 以及駐人民軍總司令之後 基本上如果說到主題駕這些 他來來去去都很明顯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其他國家的關係等等 所以可能我們又看看 到底在這些方面 到底什麼是現代化呢 其實從政治方面來看 我們現在多數會覺得民主是現代化的 例如有投票權 另外代議制的政府、憲法政府和三權分合 都算是一個政治方面的現代化 至於經濟方面 基本上就是多元化經濟 即不是農業和工業的 甚至有第三產業 例如服務行業 或者之後的第四產業 可能是創新、科技這些 另外也有農業和工業的機械化 以及對外和自由貿易 社會的現代化方面 可能多數是說 城市化 或者是說可能 種族、政治平等 或者是一種跟隨過時的價值觀 至於文化方面 例如教育水平高 或者文化融合 外交方面 基本上是一個可觀的國際地位 至少是不會被其他國家看少的 至於軍事方面 基本上可以說 它有先進的武器 或者訓練有所有軍隊 去到自己的軍事正義 其實現代化有很多種 我只是列了某些出來 因為如果多數 它會問到一個國家 是否實現現代化 基本上是由這幾方面來看 還有最好就是 首先定義了 什麼是現代化 有一個標準 回答的時候 就會很清楚了 另外在Theme B方面 主要是說20世紀的衝突 和合作 基本上一二電 主要圍繞著他們的起因 和影響這兩方面 例如一戰的起因 很明顯就是這個 主要是說四個的 就是聯盟系統 或者殖民地的爭奪 衝突 或者說到極端的民族主義 和軍備競賽 至於二戰 基本上說到二戰 一定要說到巴黎和會 是一個極權主義 經濟大蕭條 會不會一種 去保障一種集體安全 包括 簽一些財 例如舉辦財君會議 簽一些和平條約 等等 和League of Nations 那也是 另外呢 另外呢 另外也有這個 衰靜的政策 至於說到冷戰 基本上是圍繞著他們之間的敵對 和和平 當時來看的 基本上敵對 很明顯可以看到一些 區域性的戰爭 例如說到中國內戰 或者說到 航戰 或者越戰等等 另外呢 也有這個 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對立 例如呢 軍事呢 如果說到 在資本主義方面 或者是美國那些 就是Natal的 就是現在的北約 至於另一方面呢 蘇聯就是那個 Morotor 就是 對立的 對啦 是Warsall Tesla 不好意思 然後呢 經濟那方面 例如美國和西歐的話 他們就是Marshall Plan 之後說到 說蘇聯那邊就是Morotor Plan 另外也有這個 核泥基 就是在古巴那件事 還有呢 至於說到這個 和平那方面 就可以說是 緩和時期 就是D台 和Cold War 最後那段時期 就是由 哥巴卓夫那段時期 然後呢 之後呢 說到這個 國際的合作那方面 就很明顯包括聯合國 還有它是說經濟 社會 和文化那方面來看的 那麼呢 文化和社會呢 它呢 再分了做這個 人口和資源 環境保護 醫學這方面 還有 科學啊 科技等等 那麼呢 如果它 說到說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它基本上呢 就是會問 Achievements 還有 Limitation 還有有什麼因素 或者影響到它們的Effectiveness 這方面 基本上是圍繞著 那麼呢 我那時候呢 One呢 就有幾種方法的 雖然呢 現在都知道是 已經剩下一個月左右 或者是 距離考歷史的DSE 但是我覺得 剩筆記呢 都是一個好習慣來的 那麼呢 就不一定要剩下全部的 例如呢 基本上 起因和結果 是很重要的啦 就是有什麼因素 會影響到這件事發生啊 還有有什麼影響啊 可能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件 例如說 一戰 二戰 都可以這樣 列出出來的 那麼我覺得 比較都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 例如不同 Courses 之間的比較 就是可能比較 經濟大蕭貼啊 以及 極權主義 哪個重要一些啊 或者呢 是說 國家在不同的時段 比較啦 例如 可能說 中國一戰前和二戰前的分別呢 這種啊 還有不同國家之間是比較多的 可以的 例如呢 我講到說 日本和 中國他們的 現代化程度啊 也可以再分回不同層面 就是政治經濟各方面來看啦 另外呢 時間線呢 也是很重要的啦 還有呢 我覺得如果你記住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件 的年份 都是好的 因為始終可以看清楚些 他們的 因果關係啊 如果呢 你真的看到的話呢 你到時考的時候呢 我覺得你後面 搏一搏寫寫回年份出來呢 考官呢 都會更加清楚地明白到呢 你呢 是真的 明顯地有穩書的 那另外呢 我亦都覺得呢 如果呢 預期比起你日日在那裡 看著這本書在那裡 在那裡 不如你直接操卷 去練習你到底 記不記得一些東西啦 還有呢 即使你不記得 你看回那些參考答案呢 都可以找到一些 可能新的項目啦 另外呢 我覺得計時都是很重要的 不過前提當然就是 你已經 比較熟那個 那個 課題啦 因為呢 始終 距離考博呢 其實現在都 隔了 三四個月的了 那呢 都怕呢 那些同學 可能一天 都可以 在家裡啊 都可能 不太抓得住 你就是考試 那時候的感覺啦 所以我覺得呢 計時操短 都很重要的 還有呢 最好 如果PayPal 2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你寫回 My Map Check 都不是一件壞事啦 適時呢 可能真的覺得不太夠時間啦 但是呢 都可以 很簡單 我寫回一些項目 或者你寫回例子啦 那呢 就不用怕你寫著 就忘了你下一個項目 你想寫什麼啦 還有 組織那方面都會好些 也不用怕重複 如果你寫完這些項目 還有呢 如果你是做DSE 那些卷 基本上呢 考評讀這個網 已經放了全部的 有Level1到Level5都有的了 那我覺得都是好的 至少可以看到 到底有什麼分別啊 到底怎樣的 答法啊 才比較容易得到高分呢 好了 那簡單說完 我當時來怎樣回答啦 那呢 可能就 說回 到底今年的平衡模式是怎樣 很簡單說回 那呢 今年呢 跟去年是一模一樣的 四題的歷史資料題呢 本身四題一定要再答呢 就變成自己選擇三題啦 那另外呢 比重都沒有分別的 時間呢 都是 只是 剪了15分鐘而已 那它原本是 遇到 你是 可能當 兩個小時做四題 是每半個小時一題啦 但是呢 現在呢 它呢 雖然少了一題 但是呢 就只是剪了15分鐘而已 所以呢 我覺得呢 是值得的 那呢 另外呢 它也有說到 主題甲的三的第二 還有主題月的四的三B 那部分呢 就是在卷二設題啦 就是東南亞 和 南非啊 中東等等 那 那基本上是 不用分別的啦 我覺得 我當時也完全沒有分別的 那呢 因為始終要自己設一題啦 我敢與其你一 博多一題 考哪一道 不如 就 純粹 那不如去做 WR1 WR2 回答一些 會更加好 那另外呢 它近年來呢 分數規律呢 也是 比較 定型了 例如呢 你看回 仍然這個 PayPal 1 的另一題啦 它呢 基本上 A和B 一定有一題三分 有一題四分 這個C呢 就一定是八分的啦 那麼呢 基本上呢 按年來呢 是完全是一樣的啦 那麼它是 預理三分那個呢 基本上 自己答一個point 就OK的啦 但是呢 四分的話呢 就希望你至少 達到兩個了 大概是一個point 兩分 即是 那如果是這樣看呢 多數C部分 竟然是八分啦 那麼呢 它呢 多數都希望你可能 達到 四段左右的 那麼呢 還有其實 就 我覺得 怎麼好呢 就是呢 你考五星星 基本上是七成半的分 而已 那麼呢 就不用覺得題題都一定要拿無分 才有五星星的 所以呢 都不用太害怕啦 那另外呢 PayPal1呢 有一個 都幾明顯的特性 就是呢 一定要用到sauce 和ownknowledge 即是在最後那一題都要啦 那麼呢 兩樣東西呢 都一定要是平均的 因為呢 如果你看回 那個marking scheme 它呢 是說到 如果呢 你只是用sauce 或者是用ownknowledge 的話呢 就只有四分 但是呢 如果你用sauce 再加上ownknowledge 的話呢 最多呢 就有八分啦 還有呢 最好呢 如果你避免混亂 就是你回答sauce 和ownknowledge 就分開 就是分兩個項目來回答 最好不要 你一邊回答sauce 才有ownknowledge 一邊回答sauce 才有ownknowledge 在同一個項目 那麼呢 如果看回卷一的出題規律的話呢 基本上呢 都幾明顯是 兩題 主題格 兩題 主題月的了 至於卷二方面 基本上呢 它 不一定對的 當然 因為呢 一定有例外的 但是呢 基本上呢 主題格和主題 至少呢 就有兩題 基本上 第一至三是主題格 就是問到香港 中國 和日本 是幾乎多數是一人一題的 然後之後 四和五雷有一題 基本上一定是 world one 和world two 都涉及到 第二題呢 可能就說到covo 至於第六題呢 就多數是損失的部分 基本上可以無事了 我覺得 之後呢 第七題 就是一定是開放新聞題 之後會再說回這些 另外呢 在評分 標準的方面來看 那呢 如果看回卷二的 那個marking scheme的話呢 它呢 希望你呢 就不只是做到 有arguments 的 除了你要對題目有個了解 還有內容之外呢 組織呢 也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不能自己只顧著背書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答題技巧 還有一些才能得到更高分的 那呢 有個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 雖然呢 是好的 算是三題多了十五分鐘 但是呢 會不會有選擇困難症的同學呢 可能呢 就不知道 要去選題目了 那呢 選題目基本上可以根據兩方面來看 第一方面呢 是內容的 即是對那個主題越來越熟的話 那你自然就會選那個 那呢 那呢 我的題型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 AB部分呢 基本上它 一定呢 是照跟那個sauce 就可以了 如果呢 你不會看那個sauce 或者看不明白的話 即使你對我主題幾熟都好呢 可能你上面那些分都會少了 甚至影響到你之後C部分的分 那呢 基本上是看完內容先的 即是2021那時候 第一題是香港 第二題是中國 之後第三題是 World War One World War II 第四題是說 戶禍啦 那基本上是看內容先啦 如果四頭一個OK呢 那基本上就是 看題型來看的啦 那也是因為這樣啦 都想跟同學很簡單這樣 貼一貼題先的 看看內容那方面啦 那呢 其實我覺得呢 近年來呢 有個比較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清楚了很多的內容 即是呢 如果你看回2013、2018 這個KT1第一題的分別啦 兩題呢 都是說香港的 但是呢 有分別就是呢 2018那個呢 很明顯是跟你寫了說 這個是說 殖民地時期 香港的 管治啊 以及在1967暴動之後 的時期啦 那呢 至於2017的時候 是沒有說的 那如果呢 你一看到那個 標題的話呢 你不想回答 你可以馬上記錄一下 或者是比較好 那呢 如果看回香港 PayPal這方面的出題趨勢啦 其實呢 香港呢 它是有 一開始幾年呢 它出得很少的 尤其是在2012、2013、2015 它是完全沒有提及的 基本上 但是呢 至於呢 它近年來呢 由2016至2021呢 它是連續成 六年呢 它都看到出香港了 都突然之間 是說出香港了 反而日本也很少出了 但是呢 但是呢 看看吧 會不會今年呢 又不出呢 既然它始終不出了這麼多年 還有如果它真的出 它去年其實已經考了經濟啦 但是呢 它只是考20世紀上半頁的 你看到 那它會不會多點 在20世紀下半頁呢 因為呢 你看到它說到 2017、2018和2020呢 它都很明顯說 是在說 20世紀下半頁的時期的 那我覺得 既然它去年 零零星星的 說了20世紀上半頁啦 那也挺有可能 會回到下半頁啦 那另外呢 既然去年說了經濟啦 那可能今年又 回到政治 和文化這方面來看 或者社會等等啦 那接著之後呢 香港卷議啦 那卷議就100%會出的啦 就基本上就不掉了 但我覺得香港呢 就不算太難回答的 這些問題 那它去年 依然現在呢 出了亞太區的 經濟、社會和文化地位 那我呢 也是選了這題來回答的 不過呢 既然它去年出了 那我覺得 你今年基本上 就不用你這個 亞太區的經濟、社會、文化地位 那一部分的啦 那呢 反而是呢 我覺得 它政治呢 你見到它 2012至2016 和2018 和2019 都是用政治 但是它呢 2020和2021 的時候呢 反而呢 就沒有說到政治啦 那我覺得如果它 今年再考上政治啊 甚至再說到 中國有什麼影響因素啊 都很大機會去體驗 都很大機會去考考這裏 另外呢 中國的一個方面 它基本上呢 只有2019 就沒有出過的 基本上年都出過了 所以都不用你指望 可以收得 中國的PayPal1 我覺得 那呢 它是說 哇 可能它都考過了 大部分 就是 它一開始有文化大革命啊 之後 說到大躍進 新海革命五四運動等等 它呢 會不會 今次又考回這個 20世紀上半頁呢 還有呢 它都 是的 因為它上年仍然 現在呢 考了 毛澤東時期 和鄧小平時期 這兩個 那我考回之前發生的事呢 都比較有可能的 就是可能 它呢 講到說 稱呼新政啊 新海革命啊 已經是2018年的事了 那它都時隔三年了 我覺得它考回這些 的機率呢 都不可以掛細的 那另外呢 在卷義那方面來看 那呢 卷義呢 我覺得呢 它可能會考回 20世紀下半頁 會不會 講回改革開課呢 因為始終 新海革命啊 五四運動啊 清國新政 和南京政府這些呢 都已經 近年來呢 都已經出過不少一次了 還有呢 我覺得如果去PayPal1呢 是打算考回20世紀下半頁呢 那去PayPal2呢 基本上 就一定是 倒轉回來 考回20世紀下半頁的了 還有改革開放呢 我覺得 沒有那麼敏感啦 還有呢 還有呢 它出的 真的比較少的改革開放 就是專門問呢 是 發現是 沒有問過的 如果我看看 反而在毛澤東時期 毛澤東那些呢 就真的問得比較多了 那所以我覺得 20世紀下半頁 就是改革開放這個方面 都比較有可能出的 那另外呢 日本的PayPal1 那呢 日本PayPal1呢 去年是沒有出的 還有呢 日本PayPal1呢 就是2014 2016 2021 2028 都曾經是沒有出過的 那我覺得它今年出翻譯機率呢 都 挺大的 那基本上 但是 如果它不交通話題的話呢 日本和香港其中一個呢 就 不會出的了 那呢 如果它真的出啦 它又會 問什麼呢 我在想它會不會 問回 20世紀上半頁呢 因為始終 在想著呢 它問這些 它呢 好像是沒有特別問過 名字 或者是 或者即使是問到 政黨政治 和軍國主義呢 它呢 都是 看到2012 即使2022 是說到 利多於弊 對中國的影響 那呢 但是它也是沒有特別 專注在哪一個 所以可能它又會考回 20世紀上半頁 和都沒有敏感 那 那另外呢 在日本轉移那方面 基本上 就一定會出的了 雖然呢 它20135 2016沒有出過 但是近年呢 它已經出了整 五年了都已經 那如果它問 它又會不會 它去年呢 就問了軍國主義 這件事情 那 反而今年呢 可能是有文化 說 移戰之後 可能經濟 政治 等等這方面的影響 還有 會不會又說回 美國的影響呢 因為呢 看到2018和2020呢 它都有問到 美國對日本的影響 那我覺得如果它再出 都是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可接受的 那至於一字展那方面 如果PayPal1 來看 我基本上 它今年一定是出 World War 2 的了 我們一定都一定會提及 因為你看到它2020和2021呢 它連著兩年 只是問 World War 1 是完全沒有問到 World War 2的 但是呢 它之前呢 基本上是沒有試過 連續兩年 是只問 World War 1 因為World War 2的機率 基本上都是很大的了 那可能 例如說 哪些 可能寄回那些 課程 這類 或者他們 對這個 會不會又問回 有什麼 影響呢 但如果問到影響 可能又會 到冷戰那裡 所以我覺得它 可能主要都是問回 課程 那至於呢 World War 1 和World War 2 的PayPal2 那呢 我覺得呢 它會不會今年呢 就只是出 World War 1 去比較一下 不同的課程 呢 因為呢 其實這麼多年來呢 它是沒有試過 只是出 World War 1的PayPal2的時候 即時呢 它就會出 World War 1 它一定會 扔著 World War 2的 即是說到 Pirates Peace Conference 等等 那另外呢 還有一件事呢 想提一下 各位同學的 那呢 我扶著了年份呢 就是 那個題目 原本給了你那個年份 那如果 例如 你看回 2012年 2013 呢 Pirates Peace Pirates Peace 和1919 到1923 但是呢 Pirates Peace Conference 是只是1919的 那希望呢 就不要混亂 這件事 因為呢 始終是 講到 Pirates Peace Conference 主要是講到 說 德國啊 那些條款 但是呢 如果說到整個 Pirates Peace Conference 可能還會 講到其他國家 等等 就是可能 會不會 講到澳洲 或者其他呢 那呢 這件事是 分開兩件事 所以呢 就不要混亂 千萬 不然就會 搭少了很多東西 那另外呢 冷戰和國際合作 的PayPal 你看 我覺得呢 他呢 我覺得呢 他可能 就會講回 End of Cold War 因為呢 你看到他 已經是2016 和2012 他才考過 Core War 原來的一段時期 那麼呢 如果他今年 考回呢 都就是 挺有可能 或者他又會不會 考回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呢 因為你看到呢 他是講到 2018 2020 2017 2014 他呢 都是多多少少 考了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這件事的 那我覺得 如果他突然之間 考回 無論是他考Economics 或者考Social 那些呢 都是 有可能的 還有呢 雖然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真的很多東西 找你來吃 都是分了很多方面 來看 有那個環境 那些 好像沒有關係的 但是呢 還有 都可能覺得很多 社會的名字 要背 做例子 那如果 同學呢 想 搏的話呢 如果你完全不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可能你當你PayPal 都放棄了 這題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 太多東西要溫 不溫這一部分 我覺得都是 可接受的 但是呢 其實我溫了都 沒事了 因為我覺得他問呢 就一定是問 Limitation 那我也是不難的 其實如果問Limitation 有一些原因來 他都是 說到 可能冷戰 之後 那些國家又 不肯合作 就是 只顧著 Self-interest 等等的因素 其實他都是那些 只要加快例子 我覺得不算難答的 那另外 PayPal II 那方面 他呢 上年呢 主要是考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那方面的 還有 都是說到 NATO那些 可能 了少少 其他 話題 那 至於 我覺得他今年呢 可能 就會效 可能 美國和蘇聯 他對冷戰 是有什麼 影響啊 或者他們之間的關係啊 是怎樣 因為呢 他都 算是有一段時間呢 就沒有問過了 因為他問到 他們的影響呢 你看到 他主要是說到 2017啊 還有2016 還有 2014這三年 才問了他們的關係 和影響而已 那既然 因為一段時間沒有出呢 我覺得 他問的機率呢 都是不小的 那至於 卷義開放式的問題那方面 那呢 他的開放式 我覺得挺有趣的 亦都希望同學 不要因為 看到 好像不太知道 他問的什麼 就馬上放棄了 不回答了 因為呢 去年呢 我是回答了 開放式問題的 就是我回答了 1945 作為一個 歷史上的 轉述點 那其實我覺得 不算太難回答的 去年那一題開放式的話 因為 例如 其實很多話說 反而會發現 我那個時候 發現呢 是多到 寫不完的 因為呢 日本又是19的轉述點 然後呢 他影響了很多地方 就是 香港啊 中國啊 日本啊 然後整個歐洲啊 美國啊 或者令到是反殖民啊 等到呢 他真的有很多影響 1945這一年 就是以至於這一年 反而都是那個 說不完 但是呢 既然你想到這麼多點 回答這題都是 挺好的 還有呢 其實呢 逐年來看 雖然有些是挺有趣的 如果呢 如果呢 他2017年呢 就問 如果你是一個 市民 你會想移去哪裏啊 你去哪個國家 還有呢 為什麼呢 你會影響到你想移去那個國家 有什麼原因啊 那我講這一題呢 是挺有趣的 但是呢 其實我不是很會寫這一題 因為他就是 太過開放式了 但是呢 如果看回其他呢 他就不至於太難的 例如呢 他2012年一齊呢 他就問在 20世紀下半年的時候 你隨便選一個國家 到底呢 他算不算是一個能力呢 那我覺得不難了 例如你選擇 日本啊 選擇中國啊 其實很明顯都可以去說 他們都算是一個能力 還有呢 例如說說到 2015年那一題 他說20世紀上半年兩個 國家之間他們的關係 雖然20世紀上半年 就是 美國和蘇聯 基本上就不可以說了 但是如果你說回 一二戰 就是法國和德國 他們這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是 不算太難的 還有2016 他說到底 人為的 因素 會不會有這個 新的政策 那我覺得都不算太難回答 例如你講 都說可能中國是因為 文化大革命等等 才會導致有改革開放來看 那都是OK的 其實都希望各位同學 不要見到他馬上回答 因為始終他有時候 是不算太難的 那另外呢 如果講到選題目 一定會講到題型 那其實考蘋果呢 在2011年的時候呢 就出了一份 都很長的 幾十版的東西 就在那裡講完 你考DSE的時候 有什麼 Question Words 會用到 那不知道各位同學有沒有看過 我那時候是 提過一下的 都print了幾版出來 覺得他有些提示都挺有用的 那中英文版的 但這裡呢 我只講了英文 那如果各位同學有興趣 都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來看 那我呢 接下來會很簡單地講一下 他基本上 近年來呢 他主要出了什麼提形 和怎樣去答 例如呢 他基本上年都一定會出 看法、態度和問目的 這些 那看法呢 就千萬不要理解 他有一個正面的看法 或者他有一個負面的看法 那其實呢 他問看法呢 希望你可以給他一個提示 就是有一種很確實的意見 去概括了那個 漫畫家 或者那個作者到底 他的看法是什麼 就千萬不要只答正負面 那另外呢 如果他問到態度那方面 都不要只答正負面 最好就 當然你可以答的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如果你只答正負面的話 他的分數 可能四分 可能只要給你三分 左右 那麼呢 如果你答說 正面 多數呢 他用呢 例如說支持啊 讚同啊 讚美啊 都是比較常見的字眼 那至於負面那方面 可能說他很規範啊 有些懷疑啊 諷刺啊 反對啊 還有譴責等等 都是比較常見的一些字眼 那各位同學都可以記一下 因為這幾個呢 可以拿到三四分 我覺得都很划算的 那另外呢 目的那方面 如果問目的呢 就一定要答為了什麼 第一句呢 就一定要共答的 唯有很清楚 寫明 還有呢 我會把這三個提型放在一起 其實因為呢 他們呢 這三個呢 他們基本上呢 要看他們的看法 和目的呢 就是根據可能說 他們的論文 或者根據他們的語言 來看的 例如他們的用字是什麼啊 他們的通是什麼啊 或者他們有什麼表達方式啊 例如他會不會有種反諷在這裡呢 或者他是不是有種重複在這裡呢 因為重複的話呢 多數是說 重要的才會重複 就好像重要的重複三次一樣 那如果重複的字呢 你基本上就是要留意一下的 所以呢 這三個呢 他們 我會放在一起 跟著之後呢 用途和限制呢 他呢 其實都是很少出的 但是想不到呢 他上年已經 已經突然之間翻炒了 這一種答法 那時候我很嚇到的 就是問那個資料 有多用途啊 你怎麼樣 那即使呢 你答說他們是用途 但是呢 你都不可以只在其中一邊 因為呢 那個sauce 幾好也好 他都不可能 概括了你學過的那麼多東西的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去問他的 效果 就是基本上呢 就一定說他有限制 還有呢 就是 你答的時候 最好第一句呢 就說資料反映到什麼 之後一段 之後再說 還沒反映到什麼 然後就再用自己的 語言去答 那另外呢 如果他問到 公不公平啊 或者有沒有偏見啊 這個sauce 的話呢 一件事呢 我也想說一下 就是批評不代表有偏見的 這個呢 其實不是我的個人看法 而是呢 我真的參考了那份 考評局勢的 剛才說的那份 Question Words 他裡面都有提過這一句 批評就代表有偏見了 那麼呢 即使他批評了 但是呢 如果他裡面是 說的是合理啊 的話呢 你千萬不要說 不要說有偏見 但是多數呢 你多問他 他十九九個 有偏見的了 還有呢 多大程度上 同意和同意與否呢 這件事都是有分別的 其實呢 這個呢 在PayPal2都會出的 但是呢 我就放在這個 說一說 因為始終PayPal1 最後一題呢 多數都會問你同不同意 那如果問的話呢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 那如果是同一件事的話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那樣 加多幾個字 那樣問你啦 那如果你答說 很大程度上同意 和我同意的分別 就是在於呢 如果你回答 to what extent 那他們正反雙方的意見 你都要顧及到的 還有呢 就不一定要有博論 因為他是問你幾大程度上 同意而已 那你呢 那你一同意呢 就是說你很大程度上 同意啦 但是呢 就沒有說你100%同意的 所以呢 你都可以說 to a small extent 為什麼我 disagree啊 等等啦 之後呢 也都有說到 如果你說我同意的話呢 你可以只提單方面的意見的 當然啦 你都可以想高分一些 或者想impressive一些 的話呢 就可以雙方面的提及 還有呢 最好呢 就是博論的 就是這個 因為始終你 說到我同意呢 就不是說你幾大程度的同意 的 可能你說如果你真的共同意 都要搏迫反方的意見啦 不過最重要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恰當的比例 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說你同意了 之後呢 你答可能三段是同意 或者有一段是博論啊 或者有一段是反方意見 或者你時間充足的話呢 四比一的比例呢 都是可以的 那還有可能你 空整幾寒去給你寫啊 那樣都是好的 那另外呢 卷一的一個題目呢 我呢 那時候是想了 有個題型 那時候都困擾了很久的 到底 本質和特色 這兩樣東西 有什麼分別呢 那呢 如果你看回這幅 右邊的這幅圖 其實都是我 在考評局的那個網站那裡 剪下來的 那它說到1911 的本質和特色的分別 那例如 它說到它特色的話 是外圍的東西來的 就是可能說有海外華人的支持 有海外的捐款 等等 那至於說它是 本質的話呢 就是人家多一點 就是又可能說有激隱 是一個反清的 運動 那它們的分別呢 其實就是 比較核心和表面 即是特色的話呢 你基本上 在一個本質上 可能已經很明顯看得出 可能比賣字眼來抄了 但是呢 如果呢 你說Nature的話呢 你呢 真的要歸納它 到底 它的本質在做什麼 這樣去看 我覺得問Nature 算是比較難答的一件事 那至於如果它問到Role 就是有什麼角色那方面 那最重要呢 就是你要答到它是什麼角色 那一定要 如果你答中文 一定有一個姐字 就是可能推動者 教育者和領導者 如果你答英文的話 然後呢 除了就有OR 或者ER 或者D位 即是 教育者和領導者 這些 另外呢 情景題 情景題 其實挺有趣的 例如你看回二人一七這個PayPal1的第二題 他就問如果呢 你是一個 中國的知識分子 在1945年的時候 那你呢 就會不會支持 共產黨呢 那呢 就是最好千萬 千萬不要答說 未來發生的事 就是你不要說到1945年之後 在共產黨做了什麼 就令到你不敢支持了 Burn的話呢 你已經是來了題 它也不會給你分離的 如果是這樣 那另外呢 基本上呢 每年的捲一呢 都一定會出的了 數據題 和卡通題 這件事 那呢 其實呢 我覺得數據題呢 就不是真的難的 因為呢 你基本上是看它 高一列和行 即是打橫打直都要看 還有呢 是講到它 最重要的那些地方 就是可能最多最少 這些都提到 例如呢 2019年的這些題 它呢 是很明顯的 其實一看就知道 那些題的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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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多於 那些是多於 那些幾倍的 還有呢 你看到全部都是 那個總統 是承認給他們做的 這個職位是 所以 無論是 總統也好 公司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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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立法院裡面 也好 全部都是承認 還有很少中國人 那一看就可以 歸納到 有哪一個特色的 所以我覺得 都不是很難 另外卡通題 那方面 那卡通呢 我覺得首先 最重要呢 你們要看 上面那句 很簡單的形容 這個卡通是做什麼的 例如呢 如果他給了一年份 還有 最重要的我覺得 是哪個國家的人 去畫這件事 是真的影響得很大 例如 如果說到 一戰之後 如果卡通 你說是 德國畫 這樣呢 你就很明顯 知道大概是說什麼 都不用怕會了解錯 雖然呢 卡通題 可能會問到 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態度 但是呢 只要你理解到 它的主要訊息 基本上就 不用怕會回答錯了 那另外呢 卷義的題型那方面 那其實有些 卷一卷二 都會出的 但是因為卷義出 多些 所以呢 我都會放在這一部分 例如 double statement 就是有 兩句的 例如 我記得 paypal 1的話呢 它有一年呢 是出了 到底 革命 雖然暴力 但是它成功 可以現代化到 那呢 就問你 同不同意這句 那如果你回答的時候 你除了說 為什麼它 是很 法律師外 也都要回答到 為什麼它 可不可以 modernize 到中國 那其實如果你回答 其實如果你回答 你是可以回答 我同意第一句 不可以第二句 但是呢 如果是說 有時候都會怕 那個marker會亂 還有呢 其實你可以回答的 的確 但是呢 最好就純粹 agree 或disagree 就會簡單一點 沒用demanding 如果回答 double statement 就一定要平衡答案 就是你前後 那兩句呢 就最好是可能 都是分成 例如第一句 就都是兩句 回答為什麼同意 或者為什麼不同意 第二句呢 又是同樣回答 為什麼同意 或者為什麼不同意 近年來呢 是比較少出了 在paypal1 可能因為我覺得 double statement 它需要一點 就是你要回答兩句 所以它就比較少出 但是都不能排除 當然 另外explain why 算是簡單的 不用有自己立場 已經要切齊了 你只要解釋 它要你解釋 就可以了 另外呢 trace and explain 我覺得呢 都不算太難的 不過呢 是要懂得怎麼回答 例如呢 如果不知道各位看不懂 右邊這幅圖 正在做什麼 那麼呢 最左邊 就是自己剩下三格 上中下那裡 其實呢 就是說 你只是在那裡說 那個時段 做什麼 就是可能你只是trace了 但是你沒有explain 但是你沒有分到時段 就會變成由頭到尾 連著一條斜線 下來 那麼呢 考評局希望各位考生做到 其實是最右邊的 也就是 打彎一陣 又打斜 之後 打彎又打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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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發生什麼事 之後呢 就再解釋 這樣呢 分回來看 那就是考評局希望各位考生做到的事情 另外呢 也提供少少可以用的答題字眼 多數呢 trace and explain 可能就問那個時期 或者國家之間的關係等等 所以我覺得呢 這些字眼都可以用到的 如果同學覺得 都可能想記一下 或者什麼 那 可能 下距離是怎樣 那 原來有關係 可能說友好 普通 緊張 對 健康時期呢 就可以說是醞釀著 發展著 協調著 競爭著 或者對抗等等 那另外 我覺得呢 轉移的題型 或者 最難回答 是真的比較題的 尤其是呢 他比較題有很多種問法 例如 他說 哪一個的相對重要性 或者哪一個的因素更重要 或者是否利多於弊 以及對比 那 基本上呢 你見到相對重要和比較不同的所有的 都只是比較題 那 利多於弊呢 雖然 你呢 去問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題 你呢 千萬不要自己說 即使你同意利多於弊 你自己回答他的利是甚麼 完全沒有提到弊都不行的 都不算是 遇到那個要求 因為呢 它要多個 即是你要 寫完利之後再寫弊 之後再解釋回 為什麼你比較利和弊的時候 會覺得利多一些呢 還有呢 對比和比較呢 就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對比呢 你只說他們的分別就可以了 但是比較呢 你可以說他們的相似性 就是他們的相似性 至於呢 比較題 如果你說到 主題甲 就是中國 香港 日本去問呢 他多數呢 比較呢 都是說到政治啊 經濟啊 社會啊 文化 外交 軍事啊 他們都是說要這幾方面的 但是呢 如果呢 他會說到一個 可能World 1 和World 2 哪個角色更重要的話呢 你呢 就不可以 基本上不可能 達到政治經濟的樣子 逐方便來看的了 那如果呢 看回呢 那些考慮因素 例如你說時間跨道 即是誰的時間是長一點呢 誰是短一點呢 或者他們之間的因果關係 即是誰導致誰呢 例如呢 講到說 二戰的COSES的話呢 可能你說 經濟大蕭條是重要過 納稅德國的興起呢 就是因為 是因為這個 經濟大蕭條 才會導致希特拉地掌權 而已 那當然呢 就是他們的因果關係 另外 都是講到這個影響程度 就是 例如它影響 只是 區域性的影響 影響到傳統的呢 或者它影響到你 深不深遠呢 看來看 其實轉接點呢 這個呢 其實 都跟比較題是幾次的 因為呢 你始終都要講回轉圈之前 和轉圈之後發生什麼事 以及比較前後這個時期 最重要呢 你回答它是不是 轉圈點呢 就是回答它是不是 根本性的改變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產生了 那麼呢 如果說呢 可能簡單說一下 到底比較題怎樣回答 因為呢 始終我覺得比較題 算是 題型裡面 真是最難回答那種 那 例如呢 這個是我那時候 自己去做一些 演習的時候 寫的其中一段 那麼呢 比較題呢 其實一段是想你寫 比較長的都是 因為你始終 首先呢 例如這個呢 是問 日本和中國 在二十世紀上半月的時候 呢 誰 現代化一點 那麼我是答了 日本現代化一點的 那麼呢 我這個項目呢 就是講到 首先呢 我要寫了外交方面 因為如果問現代化呢 就可以 可以分到政治經濟等等的層面 那麼你很清楚地答說 在哪一個方面 然後呢 那個題目的文章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呢 如果在WDX 最好呢 就不要只說 在外交方面 日本現代化中國 那麼你最好呢 都要再加一個原因 就是 為什麼你覺得 它現代化中國呢 就是來概括這個項目的方面 那之後呢 我覺得如果在帶現代化的題目 有個位很重要呢 都是你要定義了 現代化是什麼 我一開始都說過 都給了一些標像給各位看 就是你要很明顯的 有把尺在那裡 那麼考官呢 都是很清楚知道你想答哪方面的 那首先 可能你列出一下 為什麼 日本它會 它現代化什麼呢 然後再分開寫回到 中國現代化 我們現代化不到什麼 然後再回來 我最後還有紅色接著一部分 其實呢 我覺得算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要相 Advisor 那不是 日本 現代化到中國的位置 因為在哪裡 向外交方面的基地 來 hesitant 其實這個概念 就是 Hall 這個概念 Joy 我們剛剛示範每天 橫holes 我們應該選手 這應該是 對了 mounting 千金 按鈕 其實轉捷點和比較題都相似的立法 即是你用一個題目的文章 就要說在這個轉捷點之前 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轉捷點之後 和這個轉捷點的影響有些什麼呢 還有最後 你看到它20%的都是有一個比例在這裡 所以多多一點轉捷點和比較題都是相似的立法 那你千萬不要只分開寫了前後時期 不然的話你是沒有回應到題目要求的 另外也有一些路標詞 都是比較清楚的 可以令到你的聯絡組織方面 因為如果各位記得的話 一開始說的Paper 2的 Marking Scheme裡面 其中一個點就是要有一個清晰組織 所以也都是如果你有路標詞 是令到聯絡組織好一點的 例如你說它順序很明顯的首先其次另外 之後角度就說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外交 或者內在或外在這方面來看 還有我覺得 如果你最好分段的時候 每一段之間 戒指一行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首先 考官看得清晰一點 不會全部都對在一起 因為始終考官 他在看你分段的時候 他可能用幾分鐘來看 所以他看得很快 而且也是挺辛苦的 所以如果你分開 他就會很清楚地看到你每一個段落 另外第二個好處 是對你自己也好 因為你分了一行一行 如果你要補回 你留在項目的話 你用那些空行來補 也比你很迫 不知道補在哪裡 另外在手段定義這個重點之間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例如你說到他是 PayPal1 他就比較少要的 但是有時候他也希望你做到 例如現在錄這個PayPal1的第二提示 他就問你同不同意 那把帳戶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者 對於蘇聯來說 那麼 到底什麼是有能力的領導者 但是 如果你第一段的時候就說 我同意 我認為有能力的領導者 就是在外交方面 可能維持這個良好的國際關係 在內政就是這個 政治的社會穩定 還有有一種經濟發展 還有增強到軍事力量 這樣 那麼如果你第一段 首先定義了 首先 考官也是有一個很清晰的 組織 都會知道你想怎樣回答 我覺得 已經有一個好的印象 還有 也是 避免自己 如果你之後忘記了你想回答什麼 如果你看回第一段 定義了 就會大概知道 原來我想回答 我覺得也是挺好的 另外 在手段定義的重點之間 在PayPal2 就比較明顯是需要的 我覺得 因為你的介紹最好 不要只說 I agree 之後就完了 那麼 你有時間的話 花巧一點點也可以的 例如 你看到這個 2018 paper 中的第五題 他也挺有趣的 他問 How cold was the cold war 冷戰有多難 那麼 你看到這個 sample 它是 定義了冷 是指什麼呢 就是指這個 美國和蘇聯 和他們分別的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盟友 他們之間是對立 還有他們是沒有一個溝通 在他們之間的 還有又是說到 他們是在經濟 軍事 可能區域政 或者在思想上 他們都是這個code 可以做 如果定義了 都很清楚 還有 即使 例如 如果當他問 辛亥革命 和五四運動的東西 比較 如果我寫介紹的話 都會很簡單 介紹一下 辛亥革命 是什麼 五四運動 又是什麼 可能在哪裏發生 或者他們 發生了什麼事 可能用一句這樣 概括一下 我覺得都會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 不過 前提就是 你要有時間 可能你一開始 寫完 我同意 之後你空了幾項 之後你真的有時間 你才回來寫 因為 始終下面的 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 組織段 那方面 卷一和卷一的分別都很大 因為 卷一 你是 一定要用到sauce 每一題都 沒有一題 只要你的own knowledge 如果你用到sauce 那你 除了 記得有一個很清楚的 topic sentence 回應回到問題 一句就夠了 千萬不要 第一句就 in source 不知道多少 那樣 因為那樣 是沒有直接回應到問題的 那我考官 可能因為看得很快 所以都可能skip了 那樣 另外 他也有個位很重要 就是 你引用資料 都是很清楚寫明 in source 什麼 還有 那個人說了什麼 然後 你引完sauce 之後 就是你要解釋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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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這個 其實 他 純粹沒有了sauce 那個位 但 他大致上 都分別不大 但他對 自己的 要求 是多了的 例如 這個 就是問到香港在亞太區的經濟、文化、社會領位 這裡我寫了首先有一個項目的項目 他回應了關於什麼 然後下面就說他那時候做了什麼 還有最重要的是PAPER2一定要有例子 不是的話整個段落如果只是一個解釋 完全沒有例子,其實是很空泛的 另外最後也要記得有個結語在這裏 也要重複一個標誌 還有卷二跟卷一有一個大的分別 就是在於卷二多數會有過度短 有時會有過度短的 例如這一個也是剛才那一題 就是問港北的這個英雅大區的社會、經濟和和文化地位 我寫的時候 我首先寫了社會的做法是會所議 然後寫完全部社交文件 之後再寫文化文件 之後再寫文化文件 這樣你分開一句 只用一個段落 其實是沒問題的 反而是會令到 標誌更得上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另外 可能各位和我比較 關注的到底Level3 Level4和Level5有什麼分別 這三個 首先 可能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2021 DSE的第一體 的譬如 我找了Level3 Level4和Level5 在評估網上 例如這一題 它就說 根據Source A Source A是一個圖 它的圖可能是 香港和 亞洲的不同國家 或者不同城市 它們有什麼 產品 有什麼貿易等等 它就要叫你找一個 功能 你看到 這個人 寫了說 它這個 Economy 是Based on Export Inputs of goods 其實是的 你看到 它那一幅圖 它也是在說 香港其實很多產品 都是外國來的 但其實 如果它是這樣的話 它是Level3 來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 這兩個 Level4和Level5 我覺得兩個分別 就不太大 例如 Level4和Level5 的第一句 已經是在說 貿易這件事 的確 你在那篇圖上面 可能就會看到 香港有很多 不同的出口入口 但如果你把他們 概括 其實出口入口 就是他們 很 depend on 這個貿易 如果你說得 我覺得 在 topic sentence 已經很明顯 令到考官知道 你是 概括了整個sauce 在做什麼 或者在抄 sauce 最表面的資料 還有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是2019年的 'Hepard 1' 第一題 如果 回看 B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根據 這個paragraph 你會看到 在香港做的 第一個 人 來看 如果你看 這個paragraph 的話 你就會看到 這個 第一個 的 在香港做的 第一個 人 來看 如果你看 它基本上 是 第一段 那裡 就提及 關於 這條問題 就是下面的 關係 就不是很大的 如果 可能給大家看 這些時間 它就說到 說 這個 政府 沒有 這個 地方 他說一個 地人 是要懂得寫 和懂得看 中文字 或者懂得 講中文 因為 他發現 他們需要一個 好一點的理解 和一個關係 就是 作為一個 可能 本地人 和政府 之間的橋樓 因為 他有提到 在 以前的幾年 他那些 犯罪率 那些 已經越來越 越高 所以 警察的 工作率 都是多了 所以 他有希望請寫 這段文 的中國人 去做 如果你就這樣看 他就問 那個 administrative problem 是什麼呢? 如果你看看 不同同學 那些 譬如的答法 那麼 一和二 上下 不知道 各位同學 看完 覺得 哪一個像 5 至哪一個像 4 那可能 給各位同學 看 基本上 只要看 第一句 題目中 已經看到 他們的分別 在哪 上面 題目中 是 溝通將來 可能 語言不通 就是這個問題 至於 下面 就是 問題 就是 crime rate 越來越 升高 不知道 我覺得哪個好 其實 上面那個是 5 下面那個是 4 來的 因為 如果你看看 4 那 他說犯罪的標高 其實 只不過是 他只要抄回 第一段 可能 他只要抄回 第五行 這裡 就是crime rate 高 反而 他不太理解 但是 為什麼 這個政府 想請這個 地方 他犯罪得 高 其實 他的問題 在於 他們越言越 不通 所以 他們才 想請這個 地方 回來 跟他們做個橋樑 所以 如果你 這樣看 對sauce 的了解 其實真的很重要 不是你 在sauce 看到一句 然後抄一句 沒有人 然後 你真的要 看得深入一點 就是要看他們背後的原因 以及 要歸納出來的 所以 所以 其實 就是Level 4 和Level 5 的分別 還有 可能再看一下 這個 也是2020的PayPal 第一題 他就說 1951 到了1997 的時候 香港 是否 變得越來越 民主 和 Racial Equality 其實 這一個 你會發現 也是一個Double statement 就是 他有提到 你民主 和Racial Equality 是要分開來回答的 所以 例如 你看 這兩位同學的答法 他就說 還有哪位同學呢 他就說 我同意 他第一句是用sauce A 開始 就是sauce A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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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看到他完全沒有任何一句 topic sentence 所以 其實這位同學 雖然他的內容 大小同意 你看到 但是 如果你出來的分數 也是 右邊的同學 比較好 因為右邊的同學 他講到 Democratic 那部分 他就說 他 在1951的時候 不Democratic 為什麼呢 之後用sauce 但是他下面那段 也說 他變得 越來越Democracy 那 就 according to my own knowledge 這樣 他很明顯地回答了 為什麼不Democracy 和為什麼之後Democracy 那時候 他來回答的話 是真的會清楚很多的 整個組織 作分都會自然高些 也很希望各位同學留意一下 那另外 都檔到最後 都希望 各位同學 有些最基本的提示 首先就是 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例如 早睡早起 不要溫習溫到0-10-2-3 才可以 因為 因為 都怕你那時候 如果起不切身 或在你的心理時中 不好的話 你考試那時候 沒有精神 就不太好 還有 一開始都說過了 操卷的時候 還好計時 不過前態是你已經覺得 你OK熟了 都答到一定程度的東西 都是要找回手感 和寫字的速度 是考歷史 很重要的 真的寫得很快 尤其是Paper 2 另外 亦都 保持頭腦清醒 要了解 清楚題目的要求 剛剛 都跟各位同學 都說過 這個題目的不同題型 或者 都可能簡單 貼一下題 不過當然 貼題不一定對 還有 即使 貼了 你不知道它對不對 還有 都 不要真的有些僥倖的心態 即是覺得 貼了 那我完全不溫其他 如果真的出獎 那時候就會很糟 對 都要避免這個 careless mistakes 還有 都要回看你以前做過的史卷 避免你重討復設 又反回自然的錯 這樣很不值 對 還有 我那時候 溫的話 其實是 我呢 每一天大概 讀這些科學期間 可能我兇了 四十五分鐘 那樣去做一篇課題 之後呢 就發給教我那個歷史的老師 希望他可以幫我改的 那其實 當然 你不一定要每天都做 因為始終 這麼多科 即是多數字 至少都考六科 現在 但是 我覺得 那些老師呢 他們是 都很好人 他們都想幫你考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做完 發給老師看 是可以的 不過PayPal1 就不用的 因為PayPal1 始終 答案都很明顯 而且他應該都會提供答案給你的 所以 PayPal2 是真的重要一點 如果你想發給老師的話 那當然 做得越多越好 我覺得 不過前排你有時間 那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保持身體健康 這件事 因為始終現在疫情真的很嚴重 一天確診幾千萬 那如果各位同學都很清楚 都清楚我 相信 如果你確診了的話 是略成 沒得考成那個 沒得考那個DSE 那就不值 如果是因為這樣 都希望可以留多一點在家裡 還有要小心一點 等等 都真的要保持身體健康 那其實 今天呢 我這個分享呢 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各位同學有問題 想問我的話呢 都可以發問的 好啦 多謝各位